面粉水 大家好,我是中西美食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面衣 外脆、梨染、加热葱的香味 非常的好吃 这个面粉水是昨天洗面筋时留下的 我把它放在冰箱里割了一夜 你也可以用一杯的中筋面粉加两杯的水来做 首先我们要去掉盆里的三分之二的水 然后我们需要用筷子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今天我们就取两杯的面粉水来做 大约可以做四张的面衣饼 然后我们来准备一些葱花 大概需要半杯的葱花 你可以切得越细越好 你也可以用香菜或是韭菜来替代 味道也非常的好 把切好的葱花我们放在盆内 现在我们再来打两个蛋在盆里 我们再来调料 我们要加半茶匙的盐 半茶匙的鸡精 半茶匙的白胡椒粉 把它轻轻的搅拌均匀 我们现在开始来煎面衣 放两汤匙的橄榄油 转动一下锅体 让油均匀的覆盖在锅底 我用手示了一下温度感觉已经热了 就整杯把面粉放入 在放入之前再轻轻的搅拌一下 因为电饭很容易沉淀 然后我大约起半杯的面糊放在锅里 趁面糊还没有凝固之前 转动锅体 让面糊尽量在平底锅内摊薄摊圆 面糊薄一点会更脆更香 火也一定要在中小火 然后我轻轻的就是翻一下看看下面有没有煎的金黄色 等煎到金黄色的时候我们再翻身 再去煎另一面 然后我看一下差不多了就把它翻个身 煎另一面 时常的转动一下锅子 然后看看下面已经煎得差不多了我们再把这一面再煎的金黄色一点 然后看看下面已经煎得差不多了我们再把这一面再煎的金黄色一点 因为这样的话会更脆更香 火一定不能太大否则的话容易煎糊 然后我看一下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火关掉整备出锅 我们现在来个特写吧 再��咸咸 这面ので非常香 这个面是非常香 你可以闻到 你也可以准备一些你喜欢的蘸料 当我们小时候就这么直接吃的 原味就是美味吧 香香脆脆让你食欲大增